现代科学无法认识事物真相之案例6 人体摄粒子之谜,为由整理 什么是摄粒子? 据有关佛教文献记载 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 信徒们在他的骨灰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精亮透明 五光十色,坚硬如钢的圆形硬物 这就是摄粒,俗称摄粒子 摄粒子历来被视为佛门珍宝 据观察是一种骨质结晶物 其物质组成结构不祥 据说只有德道高僧圆极火化后才能出现 摄粒现象本十分罕见 但近年来摄粒现象旅有出现 成为当代佛教界的一个奇闻 1990年12月 新加坡洪传法师圆极火化后 人们在他的骨灰中 减到480多颗彩色的类似水晶体的硬物 有些还闪烁着钻石般的光亮 据辨认与佛门珍宝舍粒子毫无二致 高僧们火化后形成的舍粒子大小不一色泽各异 1993年5月7号晚 中国东北沈阳唯一藏传佛教喇嘛教十圣寺 79岁的大师赵乌立吉高僧 蒙族感觉身体不适 想回原籍辽宁复兴一趟 不料四里派人刚送他到沈阳火车站 他便悄然原籍 高僧的遗体是送到沈阳文官屯殡仪馆火化的 火化后在他的骨灰中 发现红绿黄黑白等多色珍贵结晶体数十枚 大的如黄豆小的四米粒 经佛教专家鉴别 认为是高僧原籍留下的珍贵设立 1975年2月13号 95岁高龄的广亲法师在台湾去世 遗体火化后得到了摄粒子一千多粒 最大的一颗直径为四厘米 呈褐色闪闪发光 一些高僧留下的摄粒子竟大如鸡卵 1989年9月27号 广西嘉平县西山喜十南住持 93岁高龄的宽能法师原籍火化后 得到了三颗色泽碧绿金银透亮的摄粒子 每颗直径三至四厘米 好像绿宝石一般 关于摄粒子的形成 历来众说纷纭莫中一世 有些学者提出 由于佛门僧人长期都是素食 摄入大量的纤维素和矿物质 经过人体的新陈代谢 极易形成大量的磷酸盐 碳酸盐等 最终以结晶体的形式 沉积于体内而形成 然而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令人信服 世界上素食主义者成千上万 为何并无摄粒子出现 佛门弟子不计其数 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摄粒子呢 一些学者认为 摄粒子可能是一种病理现象 类似胆结石、肾结石之类 这种解释也难自圆其说 不少患结石症的病人 死后火化无一例有摄粒子存在 假如一个人身体内 有着成千上百的结石 其身体状况 特别是消化、泌尿的生理功能 肯定会问乱不堪 而致疾病不断 而出摄粒子的高僧 生前几乎都是身体健康 安详自在的长寿老人 由此观之 今天的科学还没有揭开这个谜 其实在修炼大法的人之中 这个所谓摄粒子之谜是不存在的 转法伦理对摄粒子有简明恶药的说明 到开工开悟那一天 这个单就是一颗炸弹 它要把所有的功能 身体所有的锁和摆窍全部炸开 啪一震全部震开 是干这个用的 和尚百年之后火化石就有摄粒子 有人说那是骨头牙 常人怎么没有啊 就是那个单炸开了 它的能量释放出来了 它本身包含着大量另外空间的物质 它毕竟也是物质存在的东西 可是它也没有什么用 现在的人把它看成是很珍贵的东西 它有能量 有光泽 很坚硬 就是这个东西 由此可知 火化石 我们这个空间的火 是无法烧融另外空间物质的 所以摄粒子便得以留下来 与人体内的胆慎结石当然不同 同时亦解释了 为何只有得到高僧 或修行圆满的人才会有 因为一般的佛门弟子 他们都未能修到开工开悟的最高境界 但由于现代科学 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的存在 更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的物质的存在 因而对高僧死后 火化而留下来的这结晶体 百思不得其解 用这里空间的理论和知识 解释来解释去 仍是矛盾重重 难以自圆其说 唯有真正修炼佛法的人 才能超越我们这个空间的局限 从而能认识到这一切 可见现代科学 仍是很不完备的一种科学 连设例子这么小的东西都无法解释 但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看上 用它来作为维护自己独裁 无道政权的一只恶棍 动则就运用它来打击 异于自己的人和团体 并迷惑并毒害了许多中国人 也败坏了现代科学的声誉